真相我来帮你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新闻故事 1984年10月15日上午9点 出身台湾的美籍华裔作家刘亦良 在位于旧金山湾区的寓所刚刚用罢早餐 他一边看着NBC的早间新闻 一边端起桌上的咖啡挫了一口 心里面盘算着今天要去办的几件事 刘亦良笔名江南 生于江苏的晋江 1949年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 之后作为记者外派到了美国 自此便长居美国 从1972年起 刘亦良以江南为笔名开始写作《蒋经国传》 据说是一个和台湾高层 美国政府以及中共都有瓜葛的三面间谍 喝完咖啡之后刘亦良看了看表 然后去灌洗室整理了一下头发 然后拿起一件西装外套 推门下楼朝停车场走去 突然挟刺里冲出来两名男子 猛的一晃之下 刘亦良只觉得有点面熟 但想不起在哪见过 其中一人突然举起手中的左轮手枪 对准了刘亦良的眉心 还没等他有所反应 被扣动了半截 刘亦良是应声倒地 鲜血立刻奔涌而出 在倒地的那一瞬间 尚未断气的刘亦良 瞥见路边停着一辆老式的别克轿车 当他看清了坐在驾驶座上的那个男人之后 嘴角不由地抽搐了一下 脑海中闪过一个名字 陈其里 陈其里和许人员 大名鼎鼎的台湾竹联邦帮主 没想到竟然是他 这时候另一名男子走上前来 冲着刘亦良的胸部和腹部 又各补了一枪 刘亦良是一命无虎 之后这两个人迅速跳上那辆老式的别克轿车 决沉而去 这便是当年震惊美中台的江南案 1949年 国民党败退台湾 将近200万的军人和家眷 陆续登上了去台湾的轮船 他们前后辗转了近一年才到达台湾 那时候蒋经国39岁 于光忠21岁 宋楚瑜7岁 马英九还没出生呢 日后的竹联邦教父陈其里刚刚6岁 这20万的军队和家眷 被安排住在了简易的窝棚里 他们聚居的这个村子被称为眷村 那么可想而知 眷村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一间房子里用布条隔成了好几间 每间住一家人 后来条件稍微好点了 不用几户人家挤在一间房子里了 旁边还可以用木头搭一个小厨房 就在这么艰苦的眷村 日后诞生了很多名人 郭台铭 龙英台 邓立军 林青霞 还有之后的张宇生 任贤奇等等 陈其里 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 陈其里 1943年生于四川的广安县 1949年 6岁的陈其里 随家人辗转来到台湾的基隆 那时候台湾的本省人和外省人 打得很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1945年 日本投降之后 老蒋派了个叫做 陈怡的二货 来接收台湾 这家伙一到台湾 天高 老蒋远 当起了土皇帝 横争暴敛 残酷的盘剥 当地的台湾百姓 台湾本省这些老百姓的脾气很刚硬 民风强悍 哪受得了这个 于是便奋起反抗 陈怡一看 大事不好 赶紧谎称 台湾人造反 请老蒋速速派兵前来镇压 当时老蒋已经把台湾当作是日后 万一兵败之后要退守的后路了 怎么能允许台湾出乱子呢 于是立刻派兵上岛血腥镇压 杀了不少的本省人 从此本省人对老蒋和他带来的部队就没有了好感 这个外省人陈其里上小学的时候 班上的68个同学只有三个外省人 几乎天天和同学打架 不对 是天天被同学打 另外那两个挨了打的时候 从不敢还手 抱着头任由别人打 陈其里不行 他这个从小就好勇斗狠 绝不认怂的人 据他自己后来说 那时候每天的下课铃 根本就是拳击台上开打的那个铃 一下课就是一场圈击赛 我从小就这样一路打上来的 一开始是几个人和他打 后来变成他很能打嘛 后来变成全班来打他 再往后就成了整个年级的男生 都过来打他 陈其里就这样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老蒋来台湾之前 台湾就已经有不少的黑社会组织了 日本投降之后呢 台北发展起了一个叫做十二生肖帮 就名字起的十二生肖帮 属牛虎兔 龙蛇马羊 猴鸡狗猪的组织 一时间横扫全岛 多年之后台湾导演纽承泽 拍过一个黑帮电影猛侠 讲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1955年5月 两个生猛的国民党的官二代 在台湾大学 召集了44个年轻人 组成了四海帮 意思就是四海之内接兄弟 这是台湾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青少年的帮派 四海帮的成员中 很多都是官二代 富二代 性格顽劣 气焰嚣张 有点像江文电影里面那帮京城大少 京城的大院子弟 四海之内结兄弟 五州振荡 何为贵 这一年12岁的陈其里 升入了中和中学 因为他们这些外省的学生 经常被人欺负 所以很抱团 就弄了一个中和帮 中和中学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上中学的时候 什么这个一中七匹郎 七中十三太保 就这意思 这个陈其里因为很能打 被邀请加入了中和帮 这个中和帮和四海帮最大的区别 是中和帮是以眷村的这些平民子弟为主力的 而四海帮则以官二代 富二代为主力 1956年 中和帮老大在一场火兵中 失手打死了人 郎当入狱 中和帮自此是分崩离析 四海帮一时间没了对手 这年的六月 陈其里和一帮子这个眷村少年 来到了一片竹林里面 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他们在地上插了三把刀 中间那把的寓意就是 叛邦出卖兄弟的千刀万寡 无人葬 这另外两把刀的刀刃冲外 寓意就是刀口刀刃向外方 齐心协力对外邦 接着所有人咬破了手指 滴入酒中 众兄弟饮下同心酒 煞血为盟 自此由福同享有难同当 因为是在竹林里面结盟 于是便起名为竹林联盟 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竹联帮 自此台湾第一大黑帮诞生了 好下面咱们稍微打断一下 提醒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最初竹林帮以五种动物来命名他旗下的那些分支 狮虎豹凤鸭这五支 陈其里属于鸭这支的成员 因为不会游泳被牺牲为汉鸭子 后来当上了老大便被尊称为鸭霸子 他们还想了几句口号 竹叶飘飘片片连狂杀万里接竹林 傲笑八方围竹尊什么之类的 一山不容二虎 此后的几年间四海帮和竹林帮 就成了死对手 台湾的年轻人到了18岁 要么去上大学 要么去服兵役 那时候不少帮会成员中 在中学的时候混黑社会 到了高三 很多人就老老实实的去学习去了 毕竟你不能一辈子混黑社会 况且那时候陈其里 在竹林帮中的地位并不高 所以他也开始认真的复习功课 准备考大学了 1961年陈其里考上了淡江文理学院 学制是五年制的专科 在淡江学院五年制的专科的学生 被称为五专 常常被四年制的本科生瞧不起 陈其里就很恼火 说好不容易老子考上大学了 还被人瞧不起 这还真 老子可是混了黑社会的 于是陈其里便拉着几个和他一样 心中不愤的同学 组团和那些本科大学生 打架 渐渐便发展出了一票新的党语 插一句 这一年33岁的余光中正在淡江文理学院当兼职老师 对现在的这些90后 00后的年轻人来说 余光中最出名的恐怕就是他 追目李白而写下的那首 《寻李白》 久入豪场 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笑成剑气 袖口一吐 便是半个圣堂 1962年初 第一大黑帮四海帮 由于到处惹是生非 民间是怨声载道 再加上帮派内部山头林立四分五裂 高官和富商们也生怕自个儿的这些孩子 有个三长两短 于是便施压警方出马 一举把四海帮解散了 一直被压着一头的竹联邦 终于等到了扬眉吐气的这一天 陈其李 杨建平等等 这些竹联邦的元老 立刻带着大伙接收了原先四海帮的很多地盘 并一举奠定了 陈其李他们在帮中的领导地位 这一年陈其李十九岁 看上去文质彬彬 待人有礼 完全看不出来竟是个黑帮老大 那个杨建平也不简单 是个杀手级的人物 江户人称杨战长 这一年还有个名叫张安乐的十四岁的少年 刚刚加入了一个本地的小帮派 每天打打杀杀 做着当老大的梦 他就是日后的竹联邦老大 白狼 这个张安乐族籍山西红统县 1948年生于南京 比陈其李小五岁 自幼聪明好学 成绩很好 中学就读于台北最好的中学 建国中学 就在陈其李到处抢地盘的时候 张安乐当上了一个小帮派 叫南海陆帮 你听这小帮派 以陆明明了 南海陆帮的护法 还是个护法 1964年 16岁的张安乐 在一场舞会上 因为争夺一个姑娘 一刀刺死了一名宪兵 宪兵啊 自此江湖扬名啊 同时也做了一年牢 出狱之后 便加入了竹联邦 他当时被分到了狼 狼这一支 因为张安乐长得是 斯斯文文 白白净净 于是江湖人称 白狼 1966年 23岁的汉鸭子 陈其李 从淡江文理学院毕业 需要找工作糊口 那时候呢 这个越战是如火如荼 大批的美军来到台湾 很多酒吧呀 夜总会呀 便应运而生 有家名叫香港西餐厅的夜总会 因为没有娱乐场所的经营执照 常常被当地的黑社会去收取保护费 这种无照经营的娱乐场所 对黑帮来说是一块肥肉 因为你无照经营 被黑帮欺负了 你也不敢去报警 万般无奈之下 老板就请来陈其李来当经理 说白了就是来镇厂子的 自从陈其李坐镇之后 那些小帮小派就不敢再来收保护费了 这就引起了一个本地的帮派 叫牛普帮的不满 这是我的地盘 以前都是我来收保护费 结果你们现在竹联帮跑来了 保护费我也收不上来了 不但坏了规矩 最关键的是 让他们在当地很没面子 于是竹联帮和牛普帮便屡有摩擦 那时候陈其李手下有几个得力干将 其中有个16岁的少年 叫吴敦绰号鬼剑仇 我今天一开场提到的那桩 多年之后 令竹联帮名声大噪的江南案 对着江南的胸腹 后来各补了一枪的就是吴敦 吴敦后来还有一个更加著名的身份 那就是贾靖文的干爹 多年之后 吴敦开始涉足台湾的影视娱乐行业 在台湾娱乐圈是呼风唤雨 这是后话暗下不表 此外陈其李还吸收了一大批的太妹 组成了一个竹联十三太妹 总之在陈其李的带领之下 竹联帮是迅速发展 势力范围不断向南发展 在桃园 嘉义 台南 彰化 高雄等地 都有了自个儿的分支 大有一统江湖之势 就在陈其李努力的扩张地盘之后 白狼还在学校认真念书 1967年 19岁的白狼也考入了 淡江文理学院的历史系 他以为上了大学 就可以彻底和江湖拜拜了 没想到江湖无处不在 刚才说了淡江文理学院 分为两部 五专部和大本部 大学部 两部学生是敬畏分明 五专部的学生 大部分都是外省人的后代 常常受到那些大学部 本科生的歧视 于是他们就常常用拳头 来教训那些不懂事的本科生 当时的白狼并不想 参合这些江湖事 但也不想被人欺负 于是随身带离 把七星宝剑防身 一次一个满身是泥的同学 把屁股尿流的狼狈来找白狼 说哎呀 刚才我被这个五专部的学生打了 而且对方扬言放学之后 要在校门口堵他 这个倒霉蛋呢 在上中学的时候 就常常受到白狼的庇护 两人是好朋友 所以呢 走投无路之下 自然就来求白狼帮忙 那天啊 天上飘着细雨 白狼穿着一身风衣 怀里揣着七星宝剑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是不是有点像这武侠片的味道 出去了 远远都看见这个十几个人 走过来了 他看了看身后向他求助的这位同学 说 你留在这儿 我一个人过去 然后他随手在地上捡了块砖头 他当时想了 先用砖头抛出去当炮弹 震慑下对方的士气 然后再抽出七星宝剑 决战江湖 只见白狼胡乱的抹了一下脸上的雨水 一脸冷酷的走了过去 这时候有个配乐 这类的 此时白狼的脑海里 肯定都是古龙小说的那个场景 虽然那时候古龙还没有出道 双方是越来越近 白狼刚准备拎起那个砖头 砸过去的时候 对方人群中突然有一人朗声问道 请问对面这位是不是白狼 认得我 看来我白狼在江湖上有一号 白狼点点头正式在下 原来对方那帮人当年全是跟着陈棋里混的小兄弟 他们早就听说过竹联邦 有个叫做白狼的兄弟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一场江湖决斗就这么莫名其妙的 大家握手言欢了 自此武专部和大学部 但凡起了争端都会跑来找白狼去摆平 一时间白狼是名声雀起 后来白狼遭到本地帮派的围剿 差点挂了 多亏陈棋里北上跑来台北搭救他 于是白狼心甘情愿的认陈棋里做大哥 一生对他都非常的尊敬 1968年经过几年的打打杀杀 竹联邦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为了更好的发展 帮中老大决定整合帮众 重组竹联邦 这个重组大会在阳明山召开 白狼担任主持人 他模仿清朝的八旗旧制 采用红白黑黄蓝灰这六色 与虎豹龙狮狼熊凤鸟等等 这些动物的名称建立了新的堂口 每堂设有堂主副堂主护法等等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 陈棋里被兄弟们推选为总堂主帮主 从此台湾第一大黑帮 竹联邦明镇江湖 而令陈棋里明动江湖的 就是我今天一开场讲的那起暗杀事件 江南案 他怎么会成了江南案的主谋的呢 1980年代 台湾情报局秘密策划了刺杀三面间谍 美籍华裔作家刘亦良就是江南的暗杀行动 为此当时台湾情报局局长汪锡林找到了陈棋里 希望他出手报效当国 当时无论是台湾当局还是黑白两道 都是坚决反共的 那么之所以要刺杀江南 据说就是因为他不但为中共充当间谍 出卖了大量关于台湾国防等等方面的机密信息 而且还写书诋毁蒋介石和夫人宋美玲 汪锡林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提到了刺杀刘亦良的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当时正在着手撰写宋美玲传 书中杜撰了很多不少抹黑污蔑 宋美玲蒋介石的这些谣言和所谓的绯闻 令台湾高层相当不满 于是汪锡林等情报部的高官 便背着蒋经国策划了这次刺杀行动 陈棋里找到总护法吴敦和唐主董贵森 三人一起秘密策划了代号为除奸计划的刺杀行动 江南案之后美国举国震怒 你在我的地方上杀了美国公民 当时台湾当局的压力很大 蒋经国命令彻查 陈棋里和吴敦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当时陈棋里以为自己会死在狱中 岂之世事难料 1988年蒋经国逝世 李登辉就任总统实施大赦 陈棋里 吴敦因此重获自由 重返竹联邦 陈棋里成了名副其实的黑帮教父 后来陈棋里有了个儿子叫陈楚河 很多人可能知道 日后是个小有名气的演员 2007年台和周杰伦一起演了电影《大灌篮》 饰演篮球高手萧兰 作为黑帮教父 陈棋里和不少耸动一时的命案 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因为利益勾连也渐渐和台湾的政坛大人物 起了一些瓜葛 那些年臭名昭著的黑金政治 都和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90年代台湾政府决心打击黑帮势力 1996年陈棋里得到消息 当局要对他动手了 于是便跑到了柬埔寨的京边 躲了起来 在柬埔寨当地的台商 听到他来了纷纷跑来觐见 毕竟是黑帮教父 陈棋里很快借着当地台商的势力 把持住了当地主要的台资商业和实业领域 引起了柬埔寨当局的警惕 之后柬埔寨当局以非法持有枪支罪 将他逮捕入狱 出狱之后 陈棋里便移居去了香港 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 2007年64岁的陈棋里在香港法国医院去世 在葬礼上台湾政要名流 各路黑帮是该做了这个竹联邦的面子 就连周杰伦这些明星也出现这个葬礼上 而担任其智商委员会名誉主委的 竟然是当时台湾立法院的院长王金平 和民进党的立委 可见竹联邦和台湾政坛关系之密切 竹联邦另一位大佬 江南岸的主谋之一的吴敦 后来的故事也很有意思 当年他和陈棋里一同被被判入狱 也是在李登辉大社的时候 恢复了自由 出狱之后吴敦开始涉足影视娱乐行业 成为台湾娱乐圈一言九鼎的大佬 因为是娱乐圈 所以他的故事中少不了那些名声赫赫的大明星 其中最出名的 就是他和著名女星贾静文之间的这个绯闻 贾静文还曾认他做干爹 所以那时候的八卦小报 常常以贾静文干爹来代指吴敦 关于他的故事 我会放到这个周末讲给大家 那么说到竹联邦另一位大佬 白狼之后的发展 就令人遗憾了 这个曾经是那么讲义起 有担当的黑道大哥 后来竟然成了中共统战台湾的爪牙 这又是怎么回事 大陆节目中国新歌声 九月底在台湾大学办活动 由于影响学生上课 搭建舞台损坏场地 以及刻意矮化国立台湾大学校民等原因 引发学生质疑统战势力入侵校园 两名台大历史系学生 遭中华统一促进党成员 用甩棍攻击受伤送移 使用暴力的中华统一促进党 引发外界舆论踏伐 但在10月1号 统促党再次由总裁张安乐率领 在台湾街头游行 庆祝中共所谓的十一国庆 张安乐还对媒体声称 他认为中华民国现在还能存在 靠的是中国共产党 白狼张安乐怎么就成了中共爪牙呢 事情是这样的 1970年陈其里因为一起事件被捕 入狱前他将竹联邦托付给了张安乐 张安乐接手竹联邦之后 因为为人自私心胸狭窄 引起了邦内元老的不满 邦中的冲突不断 好几次差点酿成流血冲突 眼看这个帮主就做不下去了 恰在此时陈其里出狱了 张安乐赶紧把帮主大权又还给了陈其里 也自个则异性阑珊的跑到美国去了 不知道在美国经历了些什么 1986年的12月 也就是在江南案发生了两年之后 张安乐突然被美国警方逮捕 罪名是贩毒 并被联邦法院判处了15年的有期徒刑 在美国坐了10年大牢之后 张安乐假释出狱回到台湾 屁股还没坐稳呢 就遭到了台北地检署 以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通缉他 不得不赶紧跑去了大陆 根据博讯网后来的报道 当时安排张安乐前往大陆的 正是中共官方的国台办 那么张安乐究竟是何时 以何种方式和联系上了国台办呢 不得而知 总之从1996年之后 张安乐便一直滞留在大陆经商 所以可以推测一定是中共方面 想利用他台湾黑帮大哥的身份 搞统战 2004年张安乐在广州 成立了一个名叫 保卫中华大同盟的民间团体 2005年的9月 他指使同党在台湾台北 注册成立了中华统一促进党 简称统促党 大家都知道这个党 自此便开始在台湾合法政党的面目 帮中共渗透台湾 统战台湾 这样一个曾经以道义为重的黑道大哥 彻底堕落成了中共的爪牙 这不是白狼是白眼狼 这个统促党遭到了台湾 很多黑道人士的普遍反感 他们常常暴力殴打台湾民众 到处惹是胜非 让黑道人士认为丢尽了黑社会 一搏云天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沦落成了一个低级下流 为人所不齿的混混党 2013年的6月 魁北17年之后 张安乐回到了台湾 很显然这样一个和中共官方 有着身后勾连的竹联邦大佬 是带着任务回台湾的 有统促党党主席这个合法的身份 白狼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台湾参政了 事实上从2014年 他回到台湾第二年开始 统促党就开始参加地方选举了 但是台湾人民也不傻 大家看得很清楚 这家伙到底什么图谋 所以历年参 每年的都参选 结果通通失败 没有任何的收获 直到2020年四年前的总统大选 统促党全员出动 为中共的代理人韩国瑜站台 但很无奈 这条臭鱼实在是提不起来 张安乐再次一无所获 那么今年2024年大选 76岁的张安乐依然不安胜 又跑出来想参选立法委员 估计依然会将无功而返 都这岁数了 还在为中共卖命 实在是可悲 另据台湾一周刊报道 统促党号称有三万党员 其中近九成都是逐联邦分子 在过往台湾民众的 很多民主运动中 包括太阳花学运 反克纲微调 以及台湾法轮功学员的 举行各种活动中 都能看见这帮低级小流氓的影子 他们常常采取低级下流的流氓手段 制造冲突 打人什么骂人 此外统促党成员 还和另一个亲共团体 爱国同兴会 一起多次暴力骚扰台湾的法轮功学员 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共走狗 竹联邦的往事就讲到这 下集会给大家讲一讲竹联邦 另一位大佬娱乐圈教父吴敦的故事 好提醒您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经常来听我讲讲故事 另外今天就是台湾大选投票日老 希望所有爱台湾的朋友 都能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希望台湾越来越好 天有台湾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预告一下 明天晚上美东时间的八点 我将会在干净世界独家节目 周末大威谈里面 和文昭 张天亮 李某阳 大宇等等 我们一起聊聊这次台湾大选 他们不是去台湾官选了吗 聊一聊他们在台湾的观感 以及这几天的经历 以及台湾大选种种的事宜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节目 那么大家可以去干净世界上 找周末大威谈 就能看见这个节目了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特别感谢所有通过 捐款网站和留言区 给我捐款的朋友 希望大家能一如既往的支持我 鼓励我 咱们一起携手 走到正义战胜邪恶的那一天 捐款网站就在美其 节目评论区的置顶处 最后先推荐我的会员节目 大话西游 这是一个专门讲述西方艺术史 那些大名鼎鼎的名字 背后精彩故事的节目 我们这周带给大家的是一集 那么期待空中 您能去体验一段轻松美好的时光 这个油管的会员频道 您只要在我的油管主页的左上角 或者上面 找到一个加入或者是join 这个键点击一下 就可以进入到会员频道页面了 每个月只要4块9毛9 一杯咖啡的钱 就可以收看这些精彩的节目了 同时诚值的感谢 所有已经加入会员频道的朋友们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新闻最炒点 咱们下次见